罗民啊 这几份发到湖南去的啊 这一排是发到江西去的 那还有那边的发到这个上海去的啊 因为你要这个记了 记一下记清楚 别出问题啊 你一定记了啊 听到没有 你像这样的一定要弄好啊 连日来 老沈烟货店的仓库内总是一片忙碌的场景 伙计们打包装箱分工明确 忙而不乱 打包好的礼盒卢猎整齐 叠放起来的中国红礼盒显得格外喜庆 在沈孝峰的手机备忘录中 简单清晰的罗列者他在这个春节要忙碌的是 鸭苗的发放时间 鸭子的成长过程 原材料的进出 品质的把控 每个条目都与自己的生意有关 最后第六条却打着一颗五角星 引起了记者的注意 这个打信号的呢 是我们现在眼下最重要的一个事情 老沈做烟货生意已有八年 降鸭是主打产品 每年鸭子的需求量非常大 2011年 老沈从妻子的老家湖南 寻找了十几户务农老人 低收入家庭作为首批合作对象 每户家庭发放一二十只鸭苗以高价回购 在同等施价基础上给予让利 因此越来越多的养殖户加入养鸭队伍 说到这儿 沈孝峰小心翼翼地从柜子上拿出两本以放黄的小本子 里头记录的全是每家养殖户的家庭信息 每增加一户都会这个 我们都会这个把它写进去 那这是户人家是哪里的 他们家的家庭的特点是什么 有哪些东西就是不一样的 那我们每个世界都会记录的 老沈说 到了2018年 全国各地为他养鸭的养殖户超过4000家 2019年 受新冠疫情影响 交通受阻 快递停运 老沈的生意一落千丈 但令他万万没想到的是 疫情三年 4000多户养殖户没有一户离他而去 这个的话 有一户家庭的阿姨 因为他们的话是什么老夫妻 也是老夫妻在家里 这个有些呢 当地的人在疫情当中也会有人来收 也会有人来买 但是呢 他们呢坚决不卖的 就是一定留给我们的 那不管你出 对 不管你出多少价格 他也不卖给你 因为他长期合作的嘛 因为他们也有一定的感情 其实我们对他们也是一样的 养殖户们的不离不弃 老沈铭记于心 快过年了 在忙着做客户们的订单的同时 老沈始终没有忘记与他同甘共苦 一起扛过来的养殖户们 提前一个月 老沈亲自配置调料 亲手腌制酱鸭 备好了这五千多份礼盒 将一户不辣的快递寄到每一户养殖户手中 这是我们最重要的一个事情 这是我们这个给我们养殖户的一个过年礼 因为现在的这是没有他们 是没有我们的 所以我们这个是重重之重 每一只鸭子都精挑细选的 新年好 新年好 叔叔 现在身体还好了 快过年了 我们给你们淹了一些你们养的鸭子 到时候给你们寄回来尝尝味道 给你们尝 煮好的味道 你们注意的是 都是用红薯 烘烧给他吃 那都是我们这个天然的食物了 您放心 我和你们严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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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严肃严肃严肃 严肃严肃严肃 全国各地一共有5000多户家庭为他们养殖鸭子 自己小店的生意也在不断回升 眼下5000多份属于养殖户们的新春鹤礼送出后 老沈也将投入新一年的忙碌中开启崭新的生活 我们要非常感谢我们的叔叔阿姨 帮我们养鸭子的养鸭户们 祝他们身体健康 来年大家日子过得红红火火